云役法玄堂法主慈善会中秋前夕 特别从云林县来到花莲 捐赠了上百分的物资给花莲事工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长郭家贤感谢县员魏家宴居中引介 也感谢堂主张根源等人热心工艺 他表示这批物资目前暂时存放在仓库 随时替换食物银行的物品供民众来申请 十大箱的卫生纸 一百罐的沐浴乳 还有一百箱的泡面 9号下午存入了爱花莲食物银行仓库 这些是来自云林县云役法玄堂 法主慈善会创会会长张根源他号召募集 要捐给花莲地区有需要的朋友 因为这是因缘聚会 跟我们那个威家院议员 还有威家宴市长 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 是我们那个国民党中央 中央评委就是那个油耗 油耗议员 他是我们南投县的油耗议员 他经过他的牵线 而且到这边来 问问我们那个威家审市长说 我们这个偏箱 比较需要的 比如说泡面 清洁用品 就是沐浴乳 还有就是卫生纸 就是这三样比较实际 而且可以存放久一点 这一次的捐赠是由县员 魏家宴来引荐 他十分感谢来自云林的爱心善行 前些日子有认识到张根源会长 那张根源会 我们也跟张根源会长说到 其实我们花莲县这边 也蛮多比较多的弱势 需要协助跟帮忙 那会长也说 他这边会提供很多的物资 就是会给我们花莲的乡情 有需要的乡情 那今天有送到我们花莲施工所这边 那也跟我们社会课长也说 那今天就拿到我们的建峰营区 那有需要的民众 都可以来到花莲施工所这边来提出需要 市长魏家贤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来自远方的朋友 那今天也谢谢来自云林的好朋友 我们张根源会长 还有很多的会员伙伴一起来到花莲来捐赠 物资给我们食物银行 那真的要非常谢谢这么多的朋友们 不断地透过相关的媒体 还有一些报导看到我们食物银行 在协助民众的过程里面 是用很特殊的方式来帮忙到 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这次他捐赠了100份的物资 我们也会妥善地来做相关的运用 那也谢谢这么多社会上有爱心的朋友们 那不断地看见有被需要的朋友们的需求 那未来花莲施工所也会持续地加紧社会福利这一块 那我们也会来通知相关有需要帮助的人 来做每一盒的部分 让更多的物资 更多的社会资源 能够来协助需要帮助的伙伴们 花莲施工所表示 JB物资目前暂时存放在仓库 随时替换爱花莲食物银行的物品 让有需要的民用可以前来申领 介络会欢迎市报导